一口接著一口 台灣手搖飲料店越開越多家 光是成人就難敵誘惑 更何況還在成長期的學童 就因為太常喝手搖面臨蛀牙危機 避免太常因為蛀牙找牙醫 家長就得更加注意 衛福部公布最新研究 六歲到十八歲兒童青少年口腔健康狀況 首度將手搖飲攝取量納入渠齒 也就是蛀牙的統計 結果發現每天喝三杯以上飲料的學童 橫齒取齒經驗指數平均為三點六五顆 是不喝的兩倍以上 其中十二歲學童的取齒經驗指數 更是歷來都高於全球平均 更較鄰近的南韓日本香港 新加坡高出許多 研究指出手搖飲使用的果糖 或高果糖糖漿 糖分會促進細菌生物膜生長 另外裡面的配料更會導致糖分存留在牙齒表面 時間更長就更容易蛀牙 雖然國中小校園內都早已禁售含糖飲料 但近來手搖飲料店越開越多家 學童要購買相對容易 防止太常喝手搖讓蛀牙找上門 除了家長得需多注意 飲食後也得保持清潔口腔好習慣 三日新聞 王晨文 蔡春奇 台北報導